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卿日前被免去了局长职务 这位曾经热情宣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副部级官员和许多其他官员一样 以桃色丑闻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而他所供职的中央编译局近来也备受嘲笑和关注 导致伊俊卿下台的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验 已实名在网上发表12万字长文 连日来有网友在中央编译局的官网上 人肉起底了他所写材料中涉及伊俊卿若干亲密女友的其他女下属多达20多人 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 但大陆民众纷纷在网络议论 除了嘲笑伊俊卿和这些女下属们 还对中央编译局进行各种解读 有网友质问 为什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央编译局 会出现这些淫乱事件 作为中央直属的副部级部门 中央编译局的主要工作是 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翻译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的著作 为党服务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指出 伊俊卿的主要职责是 传播毛泽东和其他共产主义大师 左倾的教义 前北京中心报记者高瑜指出 对于中共来说 马列主义本来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作为中共政权的指导思想 也不是马列主义 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而且伊俊卿现在还有人替他说好话 说什么三个自信 十八大报告里边有三个自信 都是他从马列工程里边考证出来的 还有对于根本就是与人民基本的温饱 或者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些理论 在他们来讲 对于中共政权来讲都是十分有用的东西 杭州前江晚报的一则新闻标题 满嘴马列满腹倒昌 总结了公众的反感 这篇评论继而谴责了伊静群买卖 他所在单位的职位 根据长宴的资料披露 伊俊卿手中的权力 正是两人交往的催化剂 博士后面试过程不公正 伊俊卿可以帮忙 博士后科学基金申请 伊俊卿可以决定 正式调入中央编译局 伊俊卿可以协调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指出 中共表面上学西方公务员体制 但实际上党官的权力决定一切 所以下面的人没有人权和自由 在这种体制下 有能力的人即使再努力 也无法得到应该得到的 高宇指出现在的中共官员满嘴马列主义 实际上干的事都成为了社会上的大丑闻 而且这种贪腐淫乱贯穿整个党 什么这种嫖娼卖淫的现象 现在成为社会上最普遍的现象 你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讲 他不需要到妓院去 但是最不检点的最令人不齿的那种现象吧 恰恰就是在他们这个官员的阶层发生的 有网友说 骇人听闻 研究马列主义研究到女下属床上去了 这些民族败类们 知名网络评论人 五月散人则讥讽 依俊钦满嘴马列 满腹道昌很奇怪吗 据了解 被中共奉为始祖的马克思 个人生活淫乱 马克思不仅无常剥削女仆 还强迫女仆充当性奴 产下私生子 并把孩子栽赃给恩格斯 对于依俊钦的所谓多彩人生 有评论说 马列主义恰恰是春耀